菲律宾长滩岛从16日开始进行为期10天的试营运 从当地媒体大篇幅的报道就可以看得出来 菲律宾民众有多么期待来一睹长滩岛的美景 长滩岛上的沙滩变得更加白净 当地业者兴奋迎接第一批游客 虽然当局表示封岛六个月无法完全整顿岛屿环境 部分马路仍在整修中 要恢复到过去的样貌得花两年 但许多菲律宾人早就非常的期待 要亲眼目睹焕然一新的长滩岛 长滩岛10月26日将会开放国际游客登岛 不过增加许多规定 像是沙滩上不能喝酒抽烟 岛屿附近禁止潜水及其他水上活动 另一方面每天也只限制 一万九千人停留在岛上 饭店的房间数也从过去的一万两千 减少到最多九千间 长滩岛岛对外开放进入倒树 阶段 但目前只有68家贩店业者符合资格 可以供民众订房 如果要玩得尽兴 必须在出发前做足功课 欢迎进入特派记哲理中线 在菲律宾玛尼拉的采访报道